第39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网球比赛在5月20日正式在SantaClaire网球中心展开 共有32位侨胞参加男子双打项目 华人运动大会主任委员王静德和侨务委员吕玉珍也亲临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网球比赛的召集人范华伦表示 今年的选手比赛水准相较往年有所提升 使得球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中 王静德和吕玉珍亲手将奖牌挂在优胜选手的脖子上 向他们表示祝贺和赞扬 在颁奖致辞中 王静德表达对优胜选手的欣慰之情 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对运动的热情和努力 这个网球比赛能够提倡我们这个拳桥健身 能够让大家出来锻炼身心 让自己身体更健康 我们祝福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打出非常好成绩 不过我想得名次其实也是其次 我们借着这个运动来强健自己的身体 那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一个很快乐正面的人生 王静德再次提醒大家 即将在7月30日于Cupertino高中举行的 华人运动大会盛大开幕式 他热情地邀请大家踊跃参加 共同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本则新闻由